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斜坡 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合适居住的家 里面不但空间十分开阔 还有温暖的壁炉相伴 就算冬天来临也不再寒冷 自从在上一个悬崖庇护所住了几天 让大壮年少就尝到了风湿痛 不得不带着狗子重新启程 中途靠采集野果进行冲击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 看到这么规整的木板以及原木 他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 老样子先和狗子沟通一番 然后规划出一块开阔的空底 虽然是个斜面坡度 但大壮还是张弛有度 很快就挖出个四四方方的土坑 考虑到这里的岩利层比较坚硬 他必须用锤子猛烈的攻击 在地面凿出几个对应的击坑 为了让立柱更加持久耐用 他都会给原木进行碳化处理 全部给烧成乌漆麻黑的模样 这样就可以将其放入击坑 底部再用石头进行填充 这就是庇护所的承重柱 大壮一连按了十几根 这也注定庇护所的面积不小 严谨的他都会用水平尺测量 确保底部的高度都要一致 考虑到今后还要爬上爬下 他三两下就做出来个木制木梯 再用斧子劈砍出对应的凹槽 然后将其精准地卡在立柱上 顶部再用十厘米长的钢钉进行加固 大壮一连按了三根顶梁柱 形成一面从高到低的坡度 而后找来一根品性纯粮的树胸 二话不说直接进行沟通 将其包得一干二净以后 原木的一端还要凿出凹槽 这样就可以给顶部当作船子 一根根间隔着固定上去 这还没完严谨的 他每个角落都要用原木进行加固 形成一个稳定的四方框架 保险起见底部再用龙骨进行固定 得益于大壮常年在外流浪 对于木屋的搭建颇有心得 无论是手法上的经验 还是对整体的构架 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虽然没有设计的图纸 但每个步骤都了然于心 很快就完成了一面墙体的搭建 由于搭建框架时非常的严谨 让墙壁的搭建轻松了许多 防水布铺垫好以后 开始排列粗状的原木 很快大壮就完成了两面半的墙壁 每一面墙壁都用防水布隔开 而且还需要精准的布地 这样就可以用木板来搭建屋底 好在这里的木材足够丰富 这让它搭建起来毫无尺度 一片片沙木板砰砰砰钉上去 很快就搭建出个斜面屋顶 最后再给披上一层防水布 细心的大壮边边角角都给包裹住 完成好屋顶的搭建 门帘的位置才是重中之重 毕竟经常会客的地方 大壮自然要好好设计一番 不过在这之前先用钢刷擦拭 把原木身上的沉黏污垢去除掉 再用这种宽厚的木板向上固定 除了预留出门窗的位置 其他空隙的全部给覆盖住 为了应对冬天的到来 大壮把自己睡觉的棉垫铺了上去 再用木板给重新覆盖 做到每一层都要严丝合幻 对于木屋底部的搭建 他找来这种野生的利青桃 只要将其给完全的摊开 让其更好的与墙体结合 再利用喷枪的烘烤使其完全粘连在一起 不得不说没有这金刚钻 还真干不了这瓷器活 严谨的大壮每个细节都很到位 很快就将利青垫子铺设完成 然后再撒上这种白色的防虫粉 接着把之前预留下的碎木屑 一股脑袋都给铺垫上去 来给底部做保暖 然后用木板一片片平铺上去 很快整个室内看起来规整许多 现在这豪华的程度 就连狗子都难挪动脚步 最后再把露天阳台给铺垫上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很快就完成了整个平台的搭建 忙活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只见他拿出打猎式剩下的兔肉 在篝火中烘烤七七四十九分钟 今天暂且休息明天继续搞起 今天大壮一早就被冻醒 随着天气慢慢渐冷 大壮劈砍一些木材 先点了篝火给自己满满身子 继续给原木进行碳化处理 为了拉伸整个木屋的档次 他打算给木屋两侧做延伸 首先就是这些碳化好的原木 一根根从长到短间隔着固定上去 底部继续用棍子进行夯实 中间的空隙处用木板做填充 另一侧也是如法炮制 直到延长出两面墙体 趁着天色还早 他准备在上方挖个引流槽 同时把多出来的泥土回填在屋顶 这样就算冬天下雪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泥石流的风险 随即他把碳化好的木板 一片片安排在庇护所两侧 美观的同时还能延长木屋的粘线 思想周密的大壮提前预留出烟囱口 这样方便后期壁炉的安装 现在整个木屋看起来气派很多 随即点燃篝火 给自己补充一些卡路里 随时24小时保持体力充沛 隔天四处溜达的雪花 就已经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 大壮一早就开始忙活上了 他要赶到暴风雪来临之前 把庇护所的保暖做到位 首先就是要把门窗安排上 只见他先用横梁划分出合适的窗框 然后空缺处再用木板进行密封 至于大门的制作 大壮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 没有过多的装饰 他用木板一片片固定上去 很快就得到一扇规整的木门 放上去刚好严丝合缝 没有一丝多余的部分 看得出来大壮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决定用喷枪做碳化处理 不仅能延长木板的使用寿命 而且棕色的花纹看起来也非常美观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他只能把两块被淘汰的窗户 重新给归整一番 并分别给安排上去 从室内看上去有了家的样子 揮开窗又是一片新天地 不过想要庇护所更保暖 还得安排一台完整的壁炉 虽然看上去粗糙一些 但经过大壮的翻新改造 现在看上去精致很多 不过在安装壁炉之前 对于有着十年强迫症的塔 每条缝隙都要用泡沫枪精致填充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室内的温度 考虑到都是木质结构 大壮将裁剪好的铁皮 铺满在整个角落来给壁库所做防护 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安装上壁炉 而且烟囱口都要延长到一米开外 这才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先给壁炉进行加热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吹烟 大壮顺手给木门加了一层外衣 好看的同事还老有所依 说话的功夫 四处溜达的雪花又飘了下来 大壮准备好一堆干燥的木材 为今晚的保暖做现身工作 虽然大壮被公司优化 但手艺却是出神入化 看似随随便便的拼街 出来的效果绝对是最稳固的三脚架 很快一个上万块的餐桌搞定 试了试坐上一个人都没有问题 而他继续给室内进行装修 有了合适的餐桌 当然也要有配套的餐饮 为了节省室内的空间 他依靠着一侧的墙角进行搭建 这样就可以充分地预留出室内面积 有了比较实用的餐饮 大壮继续给他们进行碳化处理 碳化之后的餐桌餐饮美得泪 气派中还多出一丝沉稳 一口做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为了能睡得更加舒适 他继续用木方在一侧搭建床架 而且用他精湛的手艺 复刻出颇有艺术感的床腿 然后将其拼接在一起 顶部再用木板一片片铺满 随后用三位真火继续碳化处理 这样就得到一张结实的木床 李子好了看面子 为了能让外部看起来更加立体 他继续给前面加上两根支撑柱 然后用凿子刻画出几个卡槽 就可以把衡量精准地卡上去 虽然没有用一个钉子 但整个护栏还是相当结实 考虑到上下行走不是很方便 他继续用碳化好的原木当作立柱 打算在门口搭建个木梯 就看着搭建的手法以及严谨的程度 就知道平时大壮也是个讲究人 戴得把木剃刮得一干二净以后 他继续用锯子结出规整的原木 然后用大小相同的木棍 一排排交错在一起 来给整个护栏做装饰 主攻园林设计的大壮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几个简单的拼接 就让整个木屋拉升一个档次 现在从正面看完全有了别墅的样子 随着第二天的到来 白雪已经彻底封山 看得出来大壮与狗子非常开心 本想着出来露营 没想到建了个精致的别墅 就算外面冰天雪地 室内依然温暖如春 为了营造出温馨的感觉 他用给室内加了好看的窗帘 最后将狗子帅气的照片安了上去 从此一人一狗在山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 因为他深藏在巨大的岩洞之下 里面不仅有十分开阔的空间 还有温暖大气的壁炉相伴 虽然条件艰苦一些 对于杰斯则是完美的栖息地 打小就有危机感的杰斯 硬是在秋风萧瑟的天气进了山 想要在荒山野岭里安个家 首先就要保证人生的安全 而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洞穴 让杰斯不由地勾起了好奇心 虽然看起来粗糙一些 但抑制不住杰斯一颗建造的心 对于爱好洞穴居住的他 只要稍加改造就能成为一个庇护所 他先是准备好趁手的工具 然后把附近的碎石头清理一番 准备在洞口下方开辟个通道 像这种碍事的基岩全部请出去 随着杰斯几个大开大合的动作下 很快就挖出了个半米深的大坑 好在这里泥土松软的质品 这让他挖掘没费多少体力 直到把洞穴里面的泥土全部掏空 看面积最少要挖个一室一厅 虽然看上去比较费力 里面的岩层多如牛毛 但对于杰斯早已经习惯了 一把铲子在他手里舞动的呼呼声窝 很快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穴孕育而生 杰斯用了三个小时就清理出成群结队的石头 这也为后期搭建奠定了基础 毕竟这么多的石头都是最好的搭建材料 随着整个门廊的开通 这样来回进出就会方便很多 看着杰斯认真干活的样子 相信很快就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带着把整个地面清理干净以后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时刻 既然想要长久地居住下去 就要搭建个气派的壁壶 而这些挖出来的石头 就是最好的搭建材料 虽然每一块石头大小不一 但经过杰斯的改造后 看上去整整齐齐毫无违和感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而外部还是给预留出来个火道棒 这样就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这才刚刚搭建好灶台 外面就已经雾蒙蒙的一片 杰斯也是给自己添加好衣物 给上方的火道口重新进行灰填加 带的完成好以后 他用小刀削了一些碎木屑 再用美棒进行点燃 不得不说野外生存火源才是根本 没有一个持久有效的营火工具 很难在外面生存下去 只见他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 将其加工成所需大小 本以为是给壁炉做现身工作 没想到杰斯用来给缺口做填充 不得不说这一招看起来非常有效 虽然看上去粗糙一些 但绝对能阻挡四处溜达的小风 这片土地虽然地处在戈壁滩 常年降水量不多 但丰富的木材也是不少 杰斯也是毫不客气地收集起来 将其加工成一小段后 就可以当做木材 为今后的取暖做好现身工作 再添加了一些干燥的树枝 他顺手给大门口进行修缮 毕竟这么大的缺口不给风堵延时 晚上睡觉都怕被野兽给偷了家 好在杰斯清理出来的石头够多 搭建出来的墙壁也是足够的厚实 这才能不觉四处溜达的小风乱船 石头不平整也没关系 重新得改造一番就完事 要不是这里常年战乱 杰斯也不会提前就适应野外的生活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 不会有太多的纷纷扰扰 虽然生活上拮据一些 但对于杰斯也是乐此不疲 很快就累出一面结实的墙体 为了使得室内更加保暖 他把自己睡了十年的床单充当门帘 给整个洞口封堵岩石 就这个隐秘程度 保准一走一锅没人能发现 尽管这里常年干旱 但水源的问题却能迎刃而解 因为这里都会有一条小溪 来提供绵绵不绝的山泉水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老样子掀起锅烧油 当他拿出一块鸡心肉的食物 不得不说我羡慕 虽然生活不怎么好 但炖炖鸡肉少不了 再匹配上两块钱的豪华大饼 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在吃饱喝足以后 天色也是黑了下来 杰斯铺垫好一家店 在火炉的温暖下 安详地睡了回去 感谢观看